在国道重山高北上129公里 苗栗投屋路段 中午一点多发生游览车跟沙石车 疑似碰撞翻覆的意外 有四个人当场被弹出游览车外 其中游览车司机黄姓司机 谈到路间当场死亡 另外三个人受到轻重伤 其中台湾的灵性导游 目前是命为急救的状态 其他的游客连同沙石车驾驶 是有23个人受到轻伤 来听当时沙石车司机的说法 他超过我的车的时候还没翻 他先超你的车 他走来的路 你走来线 我走外线 他走中线 他开很快从中线过来 然后看他翻来覆去准备翻了 结果他在我前面翻掉 中线偏到外线去 中线翻到内侧 然后撞到内侧 然后又就我 他的车打横 我闪不过了 我开到路间这样过也过不了 你闪到路间那也闪不过 就撞上去了 就是在很快的时间 就翻掉了 然后他为什么会翻 他一旦来桌 速度太快了 他用了一几天 杀石车司机表示 当时游览车行驶在中线 突然左摇右摆 射翻之后撞到内侧护栏 并且波及到外线的杀石车 那么这部游览车当时是载了大陆江苏旅游团的游客 要从台中开往台北 结果在苗栗路段发生车祸意外 造成全线封闭 车流一度回堵了四公里 目前现场已经开放了双线通车 车祸的原因还要进一步离心 以上是苗栗现场最新情形 时间就在台北